台湾爆发高病原性的禽流感 目前政府的处理状况 我们带您一块来看 其实呢总共有五个这个机场 是已经被发现到是有了问题了 当中有两处是已经扑杀 另外呢还有两个地方 正在准备要来检验当中 不过外界也质疑说 农委会到底有没有隐匿疫情呢 立法院召开了专案报告 请来了一首先开疫情的 纪录片导演李慧仁列席 让他和官员当面对职 希望能够厘禽流感的真相 不过农委会强调 绝对没有隐匿疫情 并且还强调 现在所有的疫情已经被全面控制 情流感疫情笼罩全台湾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五个机场通报发病 从彰化南投到台南全都有 其中有两处还被判定为高病原 疫情到底控制住了没 现在我们是已经控制住了 不排除还会有高病原性的 加情流行性感冒的发生 强调情流感疫情以控制 没有持续扩散 但外界还是有疑问 对外通报是低病原 可是后来是高病原 这不是隐匿是什么 你就是卫造跟编造公文书嘛 我们移动管制之后 去做立即高病原性的处理 等到实验室检验出来 不是的话 那又是政府要背负 国际上也是28天 从低病原变高病原 农委会谈言为了慎政 动作确实慢半拍 有没有说清楚 这样明白社会大众自由攻断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